这个车型的话就是我身后这台GT版的Gurigali 那么Gurigali的话它分成三个版本 包括GT版、Moderna版和我们的Trophy版本 那么它们的价格也不太一样 是从63万8800到73万8800再到99万9800 一共三个价位段 那么我们这台GT版本的话 它搭载的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同时配有一个48伏的轻混 那么这个动力配置的话和这个Moderna版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Trophy版本会搭载一个3.0T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那台发动机的话和这个MC20上面搭载的发动机是一样的 调低了一点点功率 说到这几天试驾的感觉吧 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跟大家去着重分享的 第一个是还是回到这个马莎的声浪 因为我们的教练会始终提醒大家 就是在一些特别的路段 大家可以去降档来去体验马莎的声浪 我觉得过往的马莎所有产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声浪的特点 那么可以在我们这台Gregali上面去得到一个充分的再体现 那么马莎对于这种声浪的调效的话 它是让整个声浪处在一个非常低频的区域 所以教练一再跟我们说就是这个声浪不会影响到大家在比较中频或者高频地区人声的这种沟通 所以这个真的是降心独具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SF的这个音响 那么标配了14声道 同时的话你也可以选配21声道的这个音响 那么这个音响的话 我在这个试驾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了一些弦乐啊等等 我觉得确实特别体现SF音响的它的这种细腻的这种感觉 非常细腻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音响是发烧友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驾驶模式 应该说它一共有四种驾驶模式 如果是在出费版本上面的话还会再多一个赛道模式 那么这四种驾驶模式是哪四种呢 就是Comfort GT模式 我们的Sport模式 还有我们的Offroad模式 就是越野模式 那么这四种模式的话 我这几天着重体验了我们的GT模式和Sport模式 特别是在这个山路上你打开Sport模式 你会感觉明显的这个动态的调校的一个不太一样 所以的话会让你在这样的山道上驾驶起来 会尤为的兴奋 尤为的兴奋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马沙给大家带来的体验 你一上手你就会明白 我是在开一辆马沙拉蒂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小小的亮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对于一个传统的超华品牌来说 它是一个钟表的一个区域 但是马沙的话 在这个里面藏了一块小小的液晶屏幕 所以的话这个里面能反映出来的信息是非常强烈的 你看这个我们一点油门 它整个的这个技职的话就展现出来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其实它还可以展示一个钟表的功能 我们的指南针 这个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踏板 就是我们是处于刹车 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油门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来 我们再来刹车 好了 那其实刚才体验了这个小屏幕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大屏幕 这个12.3寸的大屏幕 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马沙有史以来用过的最大的一块车子的屏幕 而且的话这块屏幕的话和我们的一些车内的功能的一块屏幕 形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中控区 所以这个中控区 其实整个的这个现代感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操作起来呢 我感觉是非常方便的 同时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力的回馈 感觉上面是你去按到了一个实体的按键 那么包括啊 包括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双闪的这个按钮 它都是集成在这个里面 首先这个设计感是非常足的 同时的话操作起来的话也非常的便利 我自己这两天开这个GT版本 我自己感觉就是 无论是驾驶一些这个爬坡的路段还是我们的S弯回头弯 还是我们的一些城市的路况 它完全可以hold住 完全可以hold住 这个动力响应也是只要轻踩油门整个的动力就可以爆发出来 这个是一如既往的马赛拉蒂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驾驶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台车的 而且这台车的这个定位啊也很有意思 它的名字Gregali来自于就是地中海地区的一股东北风啊 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 也许吧真的就像我们的设计者使用这个名字一样 他希望我们身边这台SUV给大家驾驶的时候带来一股 这个轻松的一种感觉啊 那么这台车的话是呃马赛拉推出的一台中型的SUV 那么我觉得自从这台车出现之后 马赛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矩阵就变得非常的起背 那么最上面的话有MC20 这是这样一台超级跑车啊 然后在SUV线上面的话有Levante和Gregali 然后在轿车线上面有我们的总裁和Ghibli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五台车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产品矩阵 所以我觉得这台中型的Gregali 对于整个马赛来说 是弥补了产品线上面的最后一块版图 最后一块版图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款车 好了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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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